我是道鄉國小的邱文勝老師 那我接到教育處 已經有一陣子了,六年了 然後我家就在畫人國小旁邊 就隔一條巷子而已 那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需要的話 這邊隨時後叫 那我就直接開始跟各位說明今天的課程 那我就先把我的攝影機給關掉 好,節省一下頻寬 那我分享一下畫面 好,那各位 昨天那個張老師已經應該有跟各位老師報告 請各位先把那個軟體給裝起來 那不曉得老師還沒有裝好的 如果有的話請在訊息列上面輸入1 那我前面就打屁久一點讓你可以趕快安裝一下 好,那應該都裝好了 沒有老師有輸入任何這個訊息 好,那我就直接開始 那所以今天的課 我 好,那個各位老師 我先講一下那個後勤資源的部分 好,那我的名字叫邱文勝 好,所以如果你有後續有任何的問題 你是可以直接在臉書上面找到我的頁面 好,那你直接就是訊息給我就好了 那也不用加好友了 因為那個好友人數已經快滿5000了 所以我就不太加好友了 好,所以你就有任何的疑難雜症 這邊就是我的後續的售後服務 好,那所以臉書可以直接聯繫到我 然後另外我自己有一個部落格 好,這一個製造者時代文勝老師的創意天空 這個地方 那我今天的所有的資料 也都放在這個右上角的第一個連結 好,右上角第一個連結 所以如果老師有昨天還沒有安裝的 那軟體都會放在這個地方 那我稍微點進去給各位看一下有哪些東西 好,那分享給各位的東西呢 你們昨天安裝的應該是這一個 這一支是MyViewBall的互動白板 互動教學的那個軟體的安裝程式 然後另外其他的東西我稍微講一下 那個今天跟你以後可以參考的一些遠距教學的講義 那我這邊都有給各位 那它是新制圖檔 所以你必須要安裝XMy 才能夠看得到新制圖的檔案 那這裡面有包含我們今天要上的基礎教學的內容 是這一個,MyViewBall基礎教學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遠距教學區位的互動方法 還有一些教學的心法 然後手機投影到電腦的各種方式 那線上的剪輯 因為各位現在可能會要顧及到那個請假沒有來的學生 或者那天去打針啊 不能上線的同學 需要一些線下的 就是錄影之後放網路 讓他事後可以補課的 所以我們會需要 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是線上怎麼錄課 然後錄完怎麼很簡單的剪輯上網 是這一個 然後另外那個互動 遠距跟學生互動 除了今天講的這個MyViewBall之外 其實還有蠻多個方式 蠻多的方式 那另外一家是叫提摩豆 hi-teach 這一家的互動的效果也不錯 各位也可以參考 那我都把一些重要的功能摘要在裡面 然後那個前一陣子處裡面也有開classroom 就是各位的基本盤就是meet跟classroom 那所以如果還有老師classroom不熟的話 這邊也有一些重點的提示 那另外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另外MyViewBall的一些重點 所以我把它分成兩個 那這個是提供給各位的新制圖的講義 那所以各位如果覺得有需要可以去翻一下看一下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或者要再進階的我們在線上可以再討論 那所以這個是提供給各位講義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提摩豆的那個hi-teach5 教育版的部分 那它另外有一個叫hi-teach-cc 那個是在網頁上直接 那不用安裝 網頁上直接可以使用的一個互動教室 那跟我們今天要講的MyViewBall 然後其實它也有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數位教室 那這兩個的重點不太一樣 所以hi-teach它提摩豆這邊 也是有兩個一樣類似的東西 然後另外這個Ladybug跟這個Visualire 這個是食物投影機使用的食物投影的軟體 那他們不會挑機器 那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網路攝影機 或者筆電的鏡頭都可以使用它 那因為我們如果在做遠距教學 如果是那個科技技術 比較沒有那麼厲害的老師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 一台小型的食物投影機 攜帶型的 或者是手機加懶人架 或是webcam加懶人架 它就可以任何角度去做投影 那所以你只要把它架在你的桌上 然後用紙筆就可以做教學 那你就會用到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新制圖的安裝軟體 那另外這個Roomit 它是一個蠻好用的在螢幕上 把螢幕的某些地方放大 然後做一些註記的軟體 因為我們在做遠距教學的時候 有時候學生的平板畫面太小 或者你的教材的字太小 看不清楚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Roomit這個功能 可以即時的把它放大縮小 然後做一些標註 所以這個都是蠻常用的東西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 再去慢慢下載 那既然各位都已經把那個MyViewBoard都裝好了 那我們就會直接進入MyViewBoard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我提供給各位的資料 資料跟軟體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如果你之前還沒有下載的 就請你點進去 你不要一次下載 因為東西蠻多的 你會下載很久 你至少先把今天的MyViewBoard的安裝檔下載回來 好 那這個是我的介紹部分 那另外呢 如果各位 各位 各位如果說今天上完之後啊 然後有些 有些忘記 然後要複習的話 我網路上我有錄課 你直接搜尋邱文盛遠距 或者是直接打邱文盛然後找影片 就是到我的YouTube 好 你到我的YouTube之後 這是我的影片 那你到我的YouTube之後 它會有一個播放清單 那播放清單裡面呢 這邊有前幾個禮拜去明里那邊上的 跟你們一樣是初階班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上的忘記 你可以去那邊補充一下 複習一下 那另外會有一個 我另外有一個基礎班跟一個進階班的遠距教學 那那個地方 如果你要進階也可以去看一下 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所以這個是資源 後勤資源的部分 好 那不曉得這個部分 老師有沒有任何問題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你直接在訊息列上面 或者直接開Mine來做詢問都可以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正式開始囉